嘉穎和Grace就幫兒子Raphael慶祝滿月 會幫忙餵奶、素芳和換片的嘉穎 就說笑話試過給兒子請他喝茶 至於同樣重視家庭的譚耀文 雖然因為工作而忙過不停 但就怎麼都會抽時間陪家人 快要很快要生日了 為何要慶祝 現在幾天都很忙不斷宣傳 都不用特別慶祝 不過早兩天前晚好像是有個break 剛好晚飯就和家人兒子女兒 他們預約了一間中環的西餐 就吃了慶祝吃西餐 首次飾演奸犯的林家棟 就說因為這套戲 令他明白到做人千萬不能行差踏錯 否則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拍攝時間這麼長 會不會都很難抽離 屈住屈住的 天天困在食餐牆 其實自己有點抗拒 心裡是會提醒自己 真的不要出事 真的不要做錯事 真的會挺辛苦的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渴望 起碼你吃什麼 你可以選擇 你說什麼可以做 進去就沒有了 全部是一條線的生活 所以反而提醒了我這件事 不過幸好跟其他醫院合作得開心 跟顧仔和阿楓合作得很開心 至於周秀拿在戲中就幸福得多了 除了可以和多位英俊小生合作之外 還處處得到嘉穎的照顧 現實中會想找一個很貼心 會保護你的人 我想現實中應該 我不會那麼危險 安全的 安全的 但是什麼時候都想身邊的人 體諒自己 當然好 如果有一個很疼自己的伴侶 雖然周秀拿因為這部戲 而拆損狀語 不過她一點怨言都沒有 認真專業